欢迎收听议事携军第314回 君墨携此来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伪君子们一网打尽 但是君墨携的调查始终呢也只是冰山一角 文兴书院这五十多年来就算每年有两千名学生毕业 那么加起来呢也有超过十万人呢 十万人啊就像是一张庞大无比的巨网 盘根错节的盘踞在整个天乡帝国 这些人呢绝对是一股极致强大的势力 就算是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身居高位 也绝对可以造成莫大的损失 君墨携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这些人若不是冒犯的他 这君墨携也懒得管他吗 最多什么时候遇到了 什么时候伸手管管这些不平事也就算了 但是此刻如界率先群起而攻之 却让君墨携真的急了眼 所以君墨携第一步呢 就是要先将这些人间的渣子彻底的清除 有一万人挡路那就杀一万人 有十万人拦路那就杀十万 对于这样的人呢君墨其实不会手软的 即便进展十万人又当如何 我是杀手啊 梅大人 你为帝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您计算过吗 你以为我之前所使的所谓的三大才子当街辱骂你 是在侮辱你是不是 我不过是在借他们的那张嘴试图骂醒你 使你迷途知返 可惜啊 你始终是执迷不悟 你这一句那一句句句句都是口口声声为了天乡帝国 那么我要问你 你如何面对你造成的这些罪孽呢 你又想不想赎清这些罪孽呢 赎清罪孽吗 梅高节浑浊的目光一亮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我这样的莫大的罪孽真的可以赎得清吗 不能 有些罪孽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但是却仍能就那些可以挽回的罪孽做出补救 我相信大人可以尽自己之能 减少那些还可以挽回的罪孽 君墨邪就像一个正在诱惑小红帽的老巫婆 寻寻善幼的说 君墨邪呀 君墨邪 我明白你此行的真意 你呀是想借老夫的手 来铲除我的学生 从而让我儒家在天乡永远不能立足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为儒家不可灭 纵然天相绝也势必将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老夫这次便做一个狠心的老师 却又如何呀 梅先生 你的出发点没有错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你的初衷 但是你却忽略了人性的贪婪 须知道 就算是在罪大恶极的事情 想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却也未必就不是什么难事 对于你们这些宝读诗书的才子们来说 更是随手年来 如此往复便越来越是理直气壮 长此以往 后果可想而知 正人先正心 欲人先欲得 正人先正心 欲人先欲得 这两句话 像木枯沉重一般 在梅高杰的脑海中乍响 突然之间 他似乎明白了很多事情 然后 他转身入房 不多时呢 捧出了一个厚厚的名册 上面标注的颇为的详细 从文兴书院建立以来 第一期到现在 什么人 什么时候走进了仕途 什么时候任职 什么时候调离 过程 现在在做什么 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 君墨写 不管你到底是好是坏 或者为正义 或者为私仇 但是就凭你刚才所说的教育之真意 老夫相信你了 但 请你将这些汉群之马 清除掉 算是老夫 欠你一份情 来生来世 定当报答 可是你一定要查清楚 对我的学生真正为民做主的 你不得妄杀无辜 否则老夫纵然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哼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好人 但是与你们相比较来说 却要比你们要有良心的多 若是当真误杀了什么好人 我一定会睡不安稳的 好一个 睡不安稳 好一个正人先正心 欲人先欲得呀 哼 我本欲流芳万古 我却不了遗仇万年 借助仇人之手 清理门户如此滑稽的事情 天下唯有我梅高洁呀 他大笑了两声 突然退后两步往前急冲啊 喷的一声 梅高洁苍老的头颅一头就撞在了石桌上 顿时死于非命了 这一夜 血满天香啊 这是继前次天香流血之夜之后的 另一个血腥之夜 而这次的杀戮的程度 定是更胜前次 这一夜注定无眠啊 是日 先是军末邪 强势进城 然后呢 就是三大才子当街 辱骂自己的恩师 这个超级爆炸性的新闻 便这么沸沸扬扬的散了出去 前一个给人们带来的震撼的消息 还没有消除 接着呢 又传出了天香城 孟家七十多处产业生意 同时被攻击的消息 与此同时啊 军战天大元帅令 所有驻军原地待命 不得妄动 唯令者斩 这过了不大一会儿 另一位大元帅 独孤纵横的元帅令 也随之而来 隶属部队 任何人不得妄动 不得有一兵一卒 进出军营 有为者杀无赦 无独有偶啊 几乎就是脚前脚后的功夫 慕容世家收拢 所有在外人员 闪电般的撤回了家中 然后李家表示沉默 不发一言 至于另外的几大天香家族 也尽都选择了观望 再接下来 却是皇宫传出了圣谕 所有进军 一律不得善离职守 等候圣职 这几乎就是等于说呀 现在的天香城 在各方势力 以及皇室的推动促和之下 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的禁区 一个纯由单一势力笼罩的禁区 一个属于军家势力的绝对的禁区啊 一群群隶属于军家的武士 肆无忌惮的闯进了孟家的产业 所有孟家的管理人员啊 都被无情的逐出 稍有反抗 便是一顿暴揍 事故尽多断手断脚 甚至因之送命者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吧 孟家在京城范围内的 所有的外围势力 就在这一天之间的 尽都被彻底的清除干净了 出手的除了有军家势力 有军方势力 居然呢 还有独孤世家势力的参与 一时之间 天香城犹如兵荒马乱一般的 人心惶惶 军末邪 当些大杀死方 血流满道 棋杆上生生惨乎 直至灭绝 接下来呢 还不到晚上就在城门 发现了溃逃的三位财子 被剁得稀烂的尸体 这些却是来自于那些 伪君子的所谓反扑 因为再接下来 突然有大批的官员被杀 暗夜中 李部侍郎赵成军 俯身案前奋笔集数 他呀 正在撰写的正是一封攻击军家的奏章 准备明日啊 冒死面圣 此刻的赵侍郎竟是很有信心 在两位老师的强势牵头之下 文兴书院 所属力量 已经完全的调动了起来呀 再加上这些人 这许多年以来形成的庞大的关系王 却是一股异常巨大的力量 相信便是任何君王都不能等闲适之啊 虽然说今天 君家那个小贼发了疯一样的杀人 意图恐吓 但是那又如何 不过是一个永夫的莽撞的行为而已啊 赵侍郎 熬夜通宵 也要感知出一篇文情并茂 条理分明的攻击文章出来 作为呢 明日大殿上的一柄利器 终于完成了 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好文章啊 本官今生所作之文 当以此篇为最佳 只怕日后再也整齿不出这等好文章了 赵侍郎痛快淋漓的念了一遍 一场满意的赞叹了一句 确实是好文章啊 就在赵侍郎自卖自夸 自上自得的时候 在他的身后又传出了一声突兀的感叹 不错 什么人 文章做的当真不错 但人却实在是不怎么样啊 不过你有句话说的很对 你往后肯定是整治不出这等好文章了 随着轻轻的话语 一个白衣少年缓缓夺步 来到了赵成军的身前 一把抓过了这个奏章 此时轻轻迎风一盏 突然呼的一声 那奏章啊 就在一盏之间变成了飞灰 秦墨鞋 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来人哪 来人哪 他那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完全传不出去 君墨鞋冷酷至极的笑了笑 突然伸出一只手一把 掐住了赵成军的脖子 就这么低了起来 两脚离地 凭你 也想要伤害我 若你只想针对我 我或者还不会太在意 你既然要伤害我的家人 那你就一定要死了 你还打算要伤害我的女人 更用了如此恶毒的方法 能把公说成过 是说成非 黑说成白 当然是了不起的大事 所以你们这些道貌爱然的伪君子 也当真是该死至极啊 君墨鞋手一松 赵成军的身体 砰的落到了地上 四肢抽抽了几下 便悄无声息了 可是呢 他的一双眼睛 依然瞪得大大的 充满了恐惧和不可置信 怎么着 竟然还敢死不瞑目 君墨鞋擦了擦手 自是优雅地放下了毛巾 然后一步迈了出去 这一步 踏在了倒在地上的赵成军 尸体的脸上 然后他就无影无踪了 白影如鬼如魅 闪电般的出没在天香城许多地方 而每到一处就有一位或者多位官员就此殒命 此状呢 尽都惨不忍睹 几乎是文星书院出来的官员 有80%以上的官员呢 尽都被屠杀 仅仅一晚上的时间 死亡人数竟然就超过了三十位之多呀 这些人呢 有的居住在城东 有的在城西 彼此之间 隔得颇不禁便 却也不是聚集在一处 但却尽都在这一夜遇害 朝廷大员也好 京城父母官也罢 有哪个人没有被严密保护 可即使是被严密保护又当如何 仍然是这样无声无息的被做掉的 这些死人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个人的尸体上都给放了一张纸 上面说明白此人被杀的原因 竟然无人不是罪大恶极 上面粒粒血泪 一条条一装装 证据分明是很清楚的呀 在这些官员被杀的消息传出之后 天乡城竟有无数人呢 自发的放起了炮仗啊 一时之间 如同过年一般的庆祝 不少人分享祷告 对天磕头是泪流满面的 这些庆贺祷告之人 竟都是被这些官员迫害过的苦难人群的 听色凌晨 君墨鞋依旧是那一身圣血白衣 但笑着出现在了君家的大门前 一脸的满足啊 浑身气息竟是异样的和煦温厚 相信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英俊的少年公子 收起了三十多条高官人命啊 文兴书院这数十年来的努力 能在京城这种地方爬上高位的 也有哪一个是泛泛之辈 更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银两关系 多少心血 才能成功的融进这个圈子 如今在大厦的剑下 尽数的毁于一旦 君无意站在自家小院门前 微笑着看着君墨鞋 自从在万马军前狠虐了萧寒之后 君无意残疾呢 早已经好了的秘密 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君三爷啊 终于真正的摆脱了轮椅 没有残疾过的人 永远没有办法感受这种 用自己的双脚支撑起自己身体的 幸福的感觉 再说了 君无意现在站起来 跟君家的突然崛起 这种大事比较起来 那已经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办完了 很过瘾吧 确实过瘾 不过杀不光 让我又觉得不过瘾 君墨鞋黑黑笑了笑 见君无意又要开始说教 他连忙的一溜烟的 钻进了自己的小院 与此同时 也就是在这一夜 风雪风下 却正是龙争虎斗 一场极为惨烈的厮杀 双方 一家是万里返回的三长老等人 另一方呢 竟然是风雪银城大长老 萧行云为首的一大票高手 风雪银城 众人一路千里迢迢的返回 这一路可以说是气愤沉重至极啊 带着三个半死不活的人 这三个人呢 原本是银城的人 但是现在 一定是叛徒 这样强大的反差 让三长老这能活了七八十岁的老人 也有一些经受不住 这其中的两人呢 可是自己从小就一起长大的老兄弟 这些年来 虽然说有过磨蹭 虽然有过争斗 而曾经的勾心到脚 但毕竟是风雨共渡 八十年啊 虽然一个隶属 银行寒降 一个隶属于萧降 但是八十年来 就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一起 那也应该有了些微的感觉了 或者说有了一份相依相邪的感情 就算说不是友情 但八十年的相处 看到他落到半死不活 浑身残疾的地步 心中也会欺然的呀 但是 他们为什么要背叛 这样保持下去 大家一心都是为了银城 不是挺好吗 银城不管是在韩家人手中 或者说是在萧家人手中 他不都是银城吗 带着沉重压抑的心情 七剑和三长老等人呢 一路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风雪峰下 只要翻过了这风雪峰 就是银城所在的参天雪峰 而这里呢 却已经是风雪迷天 寒冷至极 不过受惯了寒冷的银城众人 自然是不会在意的 他们甚至于呢 更习惯于这样的恶劣的天气 毕竟他们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其他人固然不畏严寒 但是身受重伤的几个人呢 却不能不怕 虽然说明智的那三个人呢 那是银城的叛逆 但在最初的几天气氛之后 还是尽可能的好好地照顾着他们 在回来之前 布雪峰曾经提出过 是否要先放回飞鹰传书 通知银城高层 但是三长老想了想 还是坚决的否决了这个提议 原因无他呀 只因为风雪吟城 目前无论在内在外方面的情报系统 尽都由萧家的人把持 掌控着 尤其是 从小公主韩英梦出生之后的这些年里边 一旦有飞鹰传书回去 那必定呢 会先一步落进萧家人的手里边 若是那样的话 韩家方面可就真的彻底被动了 所以呢 老城持重的三长老 还是选择稳妥起见 直接啊 星夜兼城 赶回银城 只要自己等人 带着人出现在银城大门口 那就什么事情 都有城主和老城主做主的 但是啊 却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一行人才到了风雪风向 就被萧行云大长老率领大批高手 劫在了这里 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 三长老 惊讶地看着萧行云 这倒不是须以猥蛇 虽然明知道对面这个大哥心怀叵测 但是 那个人 毕竟是做了自己八十年的大哥 这份称呼仓促之间 见到真人 想要改变 还真是不容易啊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意识协经 第三百一十五回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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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